人群 如果之前講黃河昌現在整個繼續到的能量 包括現在 我就講什麼都可以喊 然後包括直接跟你站有線電視什麼都可以喊 但除了喊這個以外 現在看起來花真的有實權啊 只有他能跟國民黨副本帝總召 兩個人一拍集合 然後接下來就告訴你總召 趙偉讓一席出來啊 原住我先問一下 要讓這一席趙偉你們前面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看新聞知道 今天早上掌盤會議的時候 他們有講 講那個讓趙偉的過程 OK 人群 讓趙偉這麼重要的事 只有黃國昌能夠讓國民黨讓出這一席趙偉啊 民眾黨裡面你再找出一個人 甚或連柯文哲去 搞不好都讓不出這個趙偉啊 我先講 你剛剛提到說黃國昌啊 黃國昌當然喊很多啊 但他到底累積了多少能量 他喊的都是做不到的事情 也不可能達成嘛 先問一下 要讓這一席趙偉你們前面知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看新聞知道 今天早上掌盤會議的時候 他們有講 講那個讓趙偉的過程 OK 人群 讓趙偉這麼重要的事 只有黃國昌能夠讓國民黨讓出這一席趙偉啊 民眾黨裡面你再找出一個人 甚或連柯文哲去 搞不好都讓不出這個趙偉啊 我先講 你剛剛提到說黃國昌啊 黃國昌當然喊很多啊 但他到底累積了多少能量 他喊的都是做不到的事情 也不可能達成嘛 就是要這樣子做啊 對啊 所以他就喊而已嘛 柯文哲喊的也都做不到 他要去衝 然後衝 如果能夠有個地方去衝 可以把阿伯救出來 我一定衝第一個 不要花一 但是我凡事會想三部 也會想五部 所以我就不衝 剪有線電視 你把那個電視剪掉對不對 你每個月會花五百塊 你去看黃國昌的直播 你要兜內他 一次給兜內他五百 你兜內的更多 就你會發現到 這完全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但黃國昌喊嘛 那我覺得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他現在他扮演喊打喊殺的角色OK啦 因為反正他自己不衝嘛 小草其實也很聰明啊 也沒有人真的 因為他這樣喊一喊就衝啊 也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 這個內部的凝聚 我覺得OK啦 我覺得OK 但是他是不是有辦法 這個取而代之說 我就是一個這個 這個實質上能夠帶領民眾黨 我還是認為江和樹講的 那個是OK的啦 結果柯文哲在裡面 他選也會贏嘛 誰會不代表 搞不好有人幫柯文哲登記參選 沒說不行嘛 他也沒被停黨權 沒被什麼啦 但你剛剛提到說 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的 這個藍白的合作 你說是不是黃國昌大到說 他可以去跟 有本事去跟傅昆琦談 講實話啦 傅昆琦連自己黨內的立委都瞞了 都瞞著不讓他們知道 他在幹什麼事了 對 因為他們不知道 然後前幾天最早的訊息出來是 也不會讓了啦 有沒有 最早訊息是說 要不要再討論讓一席招委 然後再來的訊息是說不會讓了啦 因為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國民黨 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黨團會議的時候 我們蘇記長跟我們講說 這個會期應該是不會讓 你看他們蘇記長還說不會讓 他連蘇記長都滿 對 然後今天就讓了 沒有關鍵應該是 他們前兩天 就是兩黨的幹部有聚餐 應該是說 聚餐就決定了 應該是 對 這樣還不夠大嗎 蘇記長又怎樣啦 蘇記長是什麼東西啊 國民黨的蘇記長叫做林斯敏 他也有去參加那個參訊 國民黨的蘇記長叫做林斯敏嘛 昨天他們那個跑票的說 那個跑票的那個投棄權的那個 林斯敏還出來跟他講說 有有有 他有先跟我們報備 我們同意他這樣做 就今天大家在那邊一臉悲憤 對不起 我們會勇敢面對 這樣面對什麼啦 是你們自己同意人家 還叫人家出來道歉 那個人家談啦 所以我想就是說傅昆奇他連今天招委該怎麼安排 連自己同黨立委都不說 你真的覺得說他今天跟黃國昌談是兩個人 哇大家坐下 我們來畫跑拉卡 你光看讓的那一席叫做什麼 中間還有傳言說民眾黨今天跳出來啊 我們要的叫交通委員會 國民黨不給 我先講交通委員會國民黨不給 韓國瑜立法院開議的時候 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他不是那個黨團大家坐在那 我不知道教訓過那個 那一場我不知道原資在不在 他不是講說很多東西不要硬衝啊 那個花東三法啊 不要一條路找到底啊 要轉彎啦 就是三把刀那一次 是是是 傅昆奇現在不讓交通委員會 那你覺得交通委員會他要玩什麼 還要玩花東三法 民眾黨今天講他要的是交通委員會喔 沒有啦 那算是也是說要交通委員會 沒關係我先講完你再回應沒關係 那沒關係沒關係 國民黨反正有太多的消息 再回來講國防委員會 國防外交委員會他怎麼怎麼放這個消息的 說因為原來的招委沒意願 一個有意願的呢叫做陳永康 而且陳永康是軍系立委 軍系立委嘛 專業吧 專業啊 他表現很好啊 但是如果黨團有需要他OK 但他不主動爭取 結果你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怎麼寫的 說如果陳永康要的話說黨內有人跟他講說你這樣子可能還要抽籤 然後所以陳永康因此就不要了 大家去找新聞是這樣 突然跑出來說沒有 所以決定讓把這一席讓給民眾黨 我就問一件事情 你光想那個邏輯就好 就最簡單邏輯 陳永康如果因為他要抽籤他不要 你讓給民眾黨那個不用抽籤 還是你票分不容 就抽籤其實大家票都一樣 你才有可能要抽籤嘛 那為什麼這個邏輯在陳永康 所以我就回來講 我認為國民黨其實在這件事情上是國民黨就直接給民眾黨啊 沒什麼好談的 你要招委我就把這一席給你 沒有不是黃國昌去談來的 國民黨直接給他 因為很簡單嘛 我們為什麼看國防外交文會的招委 我沒有我沒有貶義委員的意思啊 委員有本事主上積德能夠分道立委 靠本事選上的我都沒有意見 他的專業跟國防外交有什麼關係 你說讓人那一席嗎 對啊 那個姓林的那個懂什麼 他是藥師啊 他是藥師的代表嘛 但我完全尊重他在本質領域上面的專業 我現在就講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委員是說 這些人對國防這些 好 我跟你講我覺得他的意圖是什麼 就我自己聽到的啦 我自己聽到的啦 因為如果你今天在國防外交文會裡面 你要去擋這些國防的東西 陳永康不會百分之百配合 尤其像現在潛艦所有這些預算全部都在那裡 他沒有要百分之百配合啦 也就是說有些東西不是你黨團的立場跟我講說你去擋 我因為招委有排安全嘛 陳永康沒有要那麼配合啦 OK 那你今天讓給民眾黨很簡單啊 民眾黨已經一開始就告訴我們八個團進團出啊 他搶什麼 搶牌安全啊 搶下來之後我就順理的 是民眾黨沒有排啊 直接把你擋掉啦 我想說當國民黨的總召連自己的黨團立委都滿了 你跟我講說他們有多麼的公開透明 有多麼的義分填膺 然後有多麼的集體的戰力 大家都跟我們一樣看報紙才知道有什麼特別